那么这一段里面有一个重点 就是刚才我们提过的 这个三纲五常 就是中国有三教 还有三纲五常 一刻都不能过 一刻而不可向无也 刚才我们有提到老法师 对三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那现在呢 我们在引用老法师的开示 老法师说 老祖宗教导我们五人五常 老法师说 老祖宗千万年来教我们 总纲领只有四季化 他教我们四个科目 第一个就是五人 五人是讲关系 人跟人的关系 这个五人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 他是自然的 是信的 父子是自然的 夫妇也是自然的 君臣 领导跟被领导也是自然的 长幼朋友也是属于自然的 所以老祖宗教我们 所以老祖宗教我们 处理这些自然用什么心态呢 父子有亲 亲爱 亲爱是天性 没有人教 老法师说 你看四五个月的这个小孩 婴儿 他们对父母亲说的话 他们那时候还不会说话 可是你看他的眼神 看他们的表情 还有对父母的爱 能够看得出来 所以父子有亲呢 在这个时候是非常明显的 一点都不假的 中国老祖宗知道 教育是从这个地方生起来的 为什么 老祖宗是希望这些五轮的亲爱 天性的亲爱 如何让他继续保持下去 所以接下来就第二个目标 就是要教育 就是要教育 把这个亲爱能够发扬光大 不管是你对父母 或是爱你的兄弟姊妹 爱你的祖父母 爱你的叔叔伯伯 爱你的家族 再扩大爱护邻里相当 再扩大爱护社会 爱护国家 爱护民族 最后还世人这些爱 爱护天下 就是中国的传统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 爱的教育 就是在这个教育里面 它是有德行的 所以这个爱里面 它是有德行的 所以从这个教育里面 从这个关系当中 如何把所有的关系 都处理得非常和谐 非常融洽 才会提到这个五常 也就是仁义理智性 常是什么 永远不变就常 我们佛教讲 常住真心 这个常就是永远不会变的 所以常住真心 常漏我尽 这个常是永远不会变的 就是我们的信德 所以不管是太平盛世 或者是乱世 也不能改变 一切死一切处 锁住这个原则 仁则爱人 己所不宜 勿施于仁 这是仁 仁义理智性 仁 这是仁 义呢 是合理 起心动念 眼里造作如理如法 合情合理 面面俱到 仁义 那理呢 理就是礼节 礼不能够毁掉 特别是亲人之间 古书说夫妻有理 父子兄弟都要有礼节 你不能说天天在家里 这些礼节就不要了 那么老法是说这一套礼很重要 仁义理 这个礼很重要 现在为什么社会会乱 因为礼没有了 礼失去了 所以有这个礼呢 你在家里就会整整齐齐的 如果礼毁掉了 妄念就来了 妄念就来了 慢慢到后来怎么 户不户 止不止 就是家破人亡 所以礼可以维系自己一个人的身心健康 再维系到你的家庭 维护到你的邻里相当 维护到整个社会 维护整个国家 维护世界 就是礼之用大义 那么中国从汉武帝采取 儒家的学说来治国 来教育全国百姓 一直到满清的时候 中间的改朝换代 这个理念从来没有改变 就是以礼治天下 这在中国是真理 礼要是不讲 所有就乱 今天世界动乱 没有一样不乱 什么言力 礼没有了 没有了 他们没有 我们要有 他们乱 禁宫法师特别举意说 今天他在讲经的时候 在摄影棚里面都会把他的父母 老法师的母亲 还有老法师的老师的照片 放在摄影棚跟讲堂里面 那是什么意思 老法师说孝顺父母 尊师重道 用意在这个地方 老法师每一次讲经 都要向老师激功 都要向父母问候 恋恋不忘 明德归后 忠后老成 怎么培养出来的 就这样培养出来的 忠后老成的人有福 我们说吃亏有福 吃亏是福 老法师说 能够吃亏这个人一定有福报 有后福 换句话说 占便宜的人没有好报 处处想占便宜 后头有麻烦 这个道理 这个因果要懂 以上是老法师在净土大净节演绎 第492集的开示